夜黑风高杀人夜,多宝土洞相聚时,中神州东南方某个不起眼的密林中,乾坤夹缝的玄妙土洞内,几名道门高手正大眼邓小眼的互相看着彼此。 他们都是根据一道玉符指引,在各处进入了多宝道人神通宁城的土洞,而后按多宝道人指引抵达了此地。 但莫说是后来的几人,便是多宝道人自身都觉得有些惊异。 长庚师弟不是说,要去搞掉道门的心腹大患? 在心底这般嘀咕着,多宝道人皱眉看向眼前几先,除了产教两位,其他都是老同门了。 产教来的是太乙真人与云中子,前者嘴上神通十分厉害,后者已福得金仙闻名,跟脚清正,浮原深厚。 他们结教来的,除却他这个大师兄之外,有精灵师妹,赵公明师弟,且云霄。 穷霄还在路上,要过一阵才能抵达。 多宝道人刚要开口说话,又察觉到了天边闪过五色神光,却是凤族大能孔宣也到了,进了一处土洞的入口。 道门的心腹大患,多宝道人眼前一亮,而后道吸一口凉气,心底泛起了某个大胆的猜想。 他们莫非,要去因西方教小圣人? 稍后若玄斗师兄现身,再有太极图等重宝相伴。 今日这阵仗,当真是有说法的。 多宝道人,那沉寂了多年的道心,突然就开始有点荡漾了起来。 他看探左右,盘算下几方高手,大概推敲出了长庚师弟今日的布置。 先是太乙真人开口阴阳怪气,此,即那圣人出手。 而后戒士言说,这个小圣人以大欺小,由此定下今日之事的基调。 随后云中子站出来,承受圣人一掌假装或者真实重伤,杜绝二世伯偏袒西方教的情形。 再之后,对,长庚师弟的万物均衡大道是关键,这家伙领悟出的这般大道,不就是威慑圣人用的吗? 看长庚师弟如今修为静静,又有大师伯保驾护航。 一旦长庚抵达玄斗师兄的道径,那长庚的均衡大道还能去均衡谁? 总不能跟人动手时,用均衡大道把自己的实力拉低下去吧。 仔细一想,这是恐怕长庚师弟早有准备。 带跟那位记名师叔动起手来,人叫重宝出手,杰叫高手卖命,自己祭出宝库,拼着毁三成裤藏。 再由孔宣那神异的五色神光刷刷刷,功名师弟的定海神珠施展乾坤之力镇压。 自家师尊暗中点出一纸,大师伯云上现身,将接引道人一巴掌挥走。 红荒,自今日起,五圣,而他们几个,就是屠圣之人,名传万古,响彻诸天。 嘿嘿,嘿嘿嘿。 大师兄,大师兄,侧旁传来赵公民的呼喊声,让陷入瑕疵的多宝道人回过神来,抬手咳嗽两声。 太医真人双手揣在袖中,笑道,长庚把咱们都喊来了,自己却不现身。 还真是越来越有前辈高人的风范了。 赵公民忙道,话不能这般说,长庚绝非会拖大的性子,自是去做其他安排。 咱们左右无视,就在此地多等片刻救世,说不得还有其他人要来。 其他人?精灵圣母略微有些不满。 戴然道,总觉得,长庚对咱们耽搁不太放心,这次也不知要去除掉谁,只是说道门心腹大患。 一旁自觉猜到了答案的多宝道人,露出了略有些憨厚,又略有些得意的微笑。 云中子倒是第一次参与这般事,只因御顶真人去监督养检历练,太医真人独自外出,容易被人打一顿,得了李长寿应允后,才请了云中子同来。 这点自知之明太医还是有的。 云中子俯了俯胡须,轻声问,几位可有知晓的,这次长庚要针对的是谁? 几道目光顿时看向了赵公明,又随着赵公明的目光看向了多宝道人,后者露出淡淡的微笑。 等长庚,来了再说就是,定会让你我大吃一惊。 孔轩道友到了,咱们赢一下。 赵公明话语刚落,一侧的土洞中,孔轩伴着五色神光飞来,落在了几人面前, 让精灵圣母眼前一亮,赵公明和多宝道人面露赞叹。 太医真人本想开口,又下意识闭住了嘴,抬手做客缩撞。 嘴,突然划分阴阳归属,是可以稍微吐槽一下的。 瘦,不,你不想。 且看孔轩此时样貌,面容端庄秀丽,狭长凤木,自与俏鼻完美搭配,细柳叶眉衬的眼角略显妩媚。 那张脸蛋,比他上次露面更显柔和,肌肤也是白皙了许多,自成美欲之质感。 今日他闻讯而来,响应里长寿相照,为那个男人的师弟称长面,也是着重打扮了一番。 五彩长裙,只有薄翼厚度,纯白内金更增几分典雅,修长的柏梗挂着淡金色的细练,下面坠着的极品绿尊灵石在上古已是绝迹不可多见。 他一登场,这土洞之内当真多了许多色彩,与精灵圣母各有千秋。 孔轩略微欠身,而后便转身去了角落中闭目养神。 李长寿不在,他自是不想与旁人多言说什么。 几位仙人又等了一阵,云霄仙子与穷霄仙子一同飞来,各自见礼后便静静等待。 他以真人饶有兴致地观察了下栋梅的局势,发现若李长寿不在此地,各位高手其实并非一星。 不多时,李长寿和一名身着金色铠甲,大红斗篷的中年男人一同现身。 玉帝诗书,多宝道人喃喃一句,本还纳闷,李长寿为何带了个陌生面孔的诸仙? 此刻倒是都记下了玉帝这初次登台的化身。 李长寿保持着青年道者的面容,与自己本体有三四分相似,算是给今日几位来助权的大佬一些尊重。 才不是因为云霄在这儿,带他与这位金甲红斗篷的天庭元帅抵达土洞,先对云霄微笑示意,后者也微微汗手作为回应。 紧接着,李长寿主动介绍道, 各位师兄事件,孔宣道友,这位是天庭将领拳洞,特来相助你我。 这中年将领笑呵呵的拱手行礼,几位仙人面带微笑,一副全都不懂这拳洞底细的模样。 尽力配合这位古道热肠的天庭主宰。 全动笑道,各位商议就是,末将就是凑个热闹。 李长寿已在秀中拿出了一支卷轴,先口头表达了对各位大佬能献身相助的感谢,将卷轴凭空摊开,按压下来,招呼几人一同来看。 这是此次行动的第一份计划,也是成功概率最高,最不容易生意外的策略。 今日之事第一位便是保密,不能给西方教留下口实。 听到此处,多宝道人眉头一挑,想开口又忍了回去。 这怎么能不留下口实? 把西方教二圣人打落圣位,这是肯定瞒不住吧。 又听李长寿道,我已请老师出手,锁定了对方行踪,此时他就躲在南海深处某地修行,除却他之外,还有七八位西方教高手。 太清师博出手,多宝道人把心放回了微微隆起的肚皮里。 那稳了,今天什么都不用怕,就是干。 破掉西方教一门,双胜的格局就等于破掉了西方教大兴之机,让西方教在接下来的风神大劫中彻底翻不起什么风望。 不得不说,长庚师弟办事虽然稳妥了点,但确实是敢打敢想。 嗯?怎么听长庚接下来的话,似乎有点味道不对。 这次,咱们不能用各自的法宝,也需遮掩下道运。 我已经设置好了几个阵盘,乾坤挪一用。 在甲地抓住它后,在最短的时间内,用普通大罗金先能有的预空速度,飞到椅地进入阵法中。 我会在同时让乾坤产生五个之上的扰动,混淆对方试听。 为了以防万一,捉到了此西方教弟子后,我们全程也要做好遮掩之事。 哪怕被他逃了,也让他不知是谁出手,也不知该如何报复。 精灵圣母问,直接打杀了对方不好吗? 留着他还有大用,李长寿右手一张,一缕缕黑色气息凝成了一只嘶吼的凶兽。 这是我最近琢磨的神通,道心中魔。 这是用玉外天魔炼制而成的魔种,放入对方道心之中,就相当于锁死了他的道径。 玉外天魔只需勾起他道心缝隙,让他道心失守,不怕他不为我们所致。 当然,我还准备了其他手段,比如原神枷锁,神魂掌控,稍后可能会同时用在他身上,确保他为我所用,为道门护法纪。 若他宁死不屈,我们也可成全他的气节。 道心重魔,炼化玉外天魔,多宝道人皱眉道,长羹。 怎么了,师兄,咱们今天不是去斗圣人? 土洞中瞬间落针可闻。 李长寿有些费解地看着多宝道人,发出了一声来自于神魂底部的疑惑。 师兄,咱们为啥要去打圣人? 这,多宝道人顿时雨色。 赵公明在旁笑道, 长羹你请咱们大家伙一同聚在此地,还搞得如此神神秘秘,这是要对付谁? 李长寿也莫名少了几分底气,低声道,西方叫的须菩提。 土洞再次安静了下来,突听侧旁传来吃的一声轻笑, 却是孔宣仙子被李长寿这句话逗得笑出声来。 太义真人双手一揣袖子,嘀咕道, 总觉得你是在嘲讽频道几个道行不行, 这个须菩提可不简单,赵公明抚须道, 大家莫要大意,太清师伯都出手了, 这家伙别是藏了什么厉害神通。 云霄在旁柔声道,苍鹰伯兔上尽全力, 若不暴露你我行踪,去抓来西方教圣人弟子, 确实需多位高手配合。 不错,云中子道,当慎众以对,长羹, 这须菩提做了什么事,非要这般对付。 李长寿沉吟几声,言道, 罪则什么的倒是不必细说, 自是一箩筐都装不下。 须迫切对他出手, 使因他干预了一件大事, 且会对道门产生深远影响。 最近他在做的, 是试图让产教与天庭对立, 从而让产教与西方教彻底联手, 此事,有些不妥。 云中子了然地点点头, 几位结教仙人也露出颇为肃穆的面容。 若产教与西方教彻底联手, 对结教来说自是会有大麻烦, 他们也不可有半分懈怠。 太乙真人却是轻笑了声, 忍着没开口多说什么。 虚假的罪名挑拨三教关系, 意图搞乱到门, 真正的罪名擅自加戏。 李长寿在秀中又取出了两只卷轴, 笑道, 咱们再多商量几个方案, 老师的神通已盯紧了他, 咱们也不必急这一时片刻。 男孩某处秘境正打坐修行那老道, 不自觉地哆嗦了两下,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。 心神怎么颇为不宁? 须不提睁开眼来, 看着洞外那起立的海底美景, 却经不住微微皱眉。 这处秘境建造在一大片珊瑚之上, 在一处岛屿附近, 算是他们西方较在灵山之外的重要落脚点, 主要是给一些凶兽, 大妖避风投用。 须不提会在此地, 也是准备去三千世界中, 继续紧盯杨俭之事。 若是能做成此事, 让杨俭去天庭闹一场, 从而让产教与天庭产生矛盾, 互相对立, 自己就算是立下大功, 弥补在先蒙之事上的失误。 最近大师兄突然现身, 与水神过招, 还吃了大亏, 被误为昆蓬元神, 这事倒是当真可笑。 为何非要去跟水神正面对垒? 真当算计得过? 须不提并不觉得, 自己能比地藏聪明多少, 吃了一次大亏之后, 就立刻转换思路, 所有事都避开水神来做。 如今, 他算计一个道门三代弟子, 最多只是引来御顶真人的追杀, 做得隐秘一些, 自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 今日景色倒是不错, 须不提走出自己藏身的洞府, 在海水中如履平地, 副手漫步, 以逗弄鱿鱼为乐。 修行越久, 越名枯燥二字, 有多难挨? 故, 须不提平日里很注重陶冶情操, 培养一些爱好, 见此时太阳星的光芒, 一束束透入水底, 浅蓝色的海水, 珊瑚间嬉细的鱿鱼, 于是诗信大发, 迎送到, 艳阳天又风光好, 红得珊瑚绿的草, 而后自觉妙灾, 扶须倾笑, 身形朝海面而去, 外出透透气, 漫步在碧水蓝天白沙滩, 须不提心底之念, 略微有些繁杂, 教内的争斗, 最近倒是被压下去了, 此前已是到了要请命两位老师利大师兄的地步, 而金却随着弥勒的回归, 暂时没了那么多糟乱, 须不提其实并不想争这些, 诞生在教内, 有些是无法避免, 就比如此前地藏, 风头太过, 又太得老师喜爱, 眼看就要成为西方教大师兄, 还好那时还是水神的太白心俊, 手段高明, 直接对外言说, 地藏, 无兄弟, 充分利用了老师的猜疑, 给了众同门师兄弟发难的借口, 后来地藏在轮回塔前奋力一搏, 其实多少有些悲凉, 自己当时也动过念头是否助他, 最后还是决定保持沉默, 助他, 其实并无好处, 西方教只要有两位老师在, 字不会有失, 区别就在于名声好坏, 名望高低罢了, 向现如今, 西方教威望大将, 对于砸了山门的太白心俊, 敢怒不敢言, 他们也就面皮受损, 本身还是安全的, 唉, 这风神大劫, 到底是哪般走向, 又会影响他们多少, 旭扑提眺望着大海, 岛形微微荡漾, 遥想当年, 他刚入灵山, 带着对两位老师的崇敬, 带着对长生之梦的憧憬, 后来当真迈入了长生, 心态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, 还记得, 最开始时, 心底想着的, 确实是让西方大心, 为两位老师分忧解难, 从什么时候开始, 这般念头, 自己都觉得有些可笑了, 所谓的大心, 又是什么, 生灵繁茂吗? 唉, 虚扑提又叹了口气, 对背后情形全然未查, 乾坤无声无息, 裂开一条裂缝, 而虚扑提脚下, 两道鬼魅的身影, 正悄然靠近, 摸到了虚扑提方圆百丈, 深周的阴阳二气, 悄然退散, 正此时, 虚扑提感受到了背后出现的微弱波动, 转过身去, 看着背后出现的乾坤缝隙, 赫然一惊, 但他来不及做任何反应, 扑, 一声轻响, 虚扑提错愕地低头, 看向自己前胸, 那里一柄宝剑贯穿出, 宝剑的剑刃, 直接抵在他原神搏梗, 又有一股纯粹的原神冲击爆发开来, 此刻完全无法应战的虚扑提, 只能任由原神, 被这股强悍却陌生的原神之力, 直接冲昏, 到此时, 两道身影才在虚扑提身后现身, 看不清具体容貌, 一人持剑贯穿虚扑提道区, 一人并着剑指点在虚扑提后背, 他们同时抬腿一踹, 马里地将虚扑提踹入乾坤缝隙, 身形闪入其中, 与这乾坤裂缝同时消失不见, 连带着方圆百里之外, 那一座遮掩幻阵, 悄然消散, 过了大概两个呼吸, 天空似乎多了一双巨眼, 紧盯这座沙滩, 两道圣人神石瞬间扫过方圆十万里, 灵山深处的那两名老道顿时咒起霉, 他们冲开捷运阻碍, 立刻借天道之力推算须菩提下落, 但各自推算一阵, 只是霉头咒得更深, 倒不是他们发现了对付不了的强敌, 又或是推算此事被阻隔, 而是, 天道此次并未回应, 以上 Management edいが吉木播显 到此层次 hair廊的地方, twelve朝 الي客或使用佼余队, 甚至没有伏了蔷 natural, 野食为探柱沙滅, 放生产空内去冰箱, 由于最高校工作, 挟着添止密状主登弓